哎,您瞧瞧啊,这和珅跌倒啊,嘉庆吃饱,这些个东西和钱呢,就全进了内府,到了嘉庆皇帝的兜里了,这和珅被杀呀,那完全是嘉庆,看上人家家钱了,哎,我觉得我这想法,他没错 走进古迹讲故事,您好,我是昆仑刘石,咱们在上一期里啊,讲了公秦王一新的一些小故事 那么今天呢,咱们就转一转啊,这个北京城内的豪华王爷大宅 这座公王府啊,要是从南北线拦腰一切呀,那前边呢,就是王爷的府邸,后边呢,就是王爷的花园了 前半部的府邸啊,一共分为三路,总共啊,它是由十五个四个院组成的 我想啊,很多朋友都知道,这公王府第一代主人呢,它并不是公秦王一新,而是乾隆朝的权臣和珅 这座全国保存最完整的清代王爷府邸啊,其实在和珅和的人住这的时候,就已然是这个格局了 那有人就问了,那和珅大不过是一个一品大员,它怎么能把这个府邸建成王爷府的格式呢 哎,这个啊,您就得听我慢慢跟您说了 这块地方啊,在和珅住这之前呢,具体是什么样的,说法不一,有人说呀,这就是后海边上的一大片民宅 和珅呢,为了建设他豪华的府邸啊,拆了二百多间民房 也有人说不是,这里从前呀,是雍正朝一位官员,蒋普的宅子 这块地儿啊,还是雍正爷亲自赐给蒋普的呢 只不过这些呢,文献上都没有记载,所以我们呀,也是只能听传说 无从从书面上考证 但是呢,我们用猜的也能知道 乾隆四十一年以前呀,这和珅的官并不算大 这座府邸大规模的兴建呀,应该是乾隆四十一年以后的事 乾隆四十一年以后,和珅官运横通 已到达了鼎盛时期 和的人脑子上的官衔啊,可多了 首先呀,他是军机大臣,总管内务府大臣 又是这湘皇旗满洲的副都统 到了乾隆四十五年的时候,这和珅又晋升为了户部尚书 湘皇旗满洲的正都统 这是什么意思呀 也就是说呀,这在朝里呀 文职已经到了极品了 并且呀,在齐里也有最高的五职仙 并且呀,在乾隆四十五年的时候啊 这皇上一道一指 把自己心爱的十公主 赐婚给了和珅的长子 封申殷德 也就是这个时候啊,这个府邸迎来了 有史以来最大的一次兴建 这位乾隆皇帝的爱女 顾伦和孝公主 那可了不得 那是乾隆老佛爷的掌上明珠啊 脑袋上顶着呀,怕脆咯 嘴里呀,痕着怕话咯 据说呀,这宫里的人啊 每次在乾隆皇帝发火的时候啊 就上后宫敦妃娘娘那儿 把这十公主抱来 乾隆皇帝一看见自己这位十姑娘一来呀 甭管是跟谁生气 多大的气是立刻全消 据说公主这模样啊 长得跟乾隆皇帝是一模一样 这脾气秉性呢 也天生随爹 所以这乾隆啊就非常的疼爱 曾经跟这公主说呀 哎,你也就是个女孩啊 但分你要是个阿哥呀 这天下呀,我就传给你了 十公主跟风神殷德呀 其实乾隆五十四年才完婚 那为什么在乾隆四十五年的时候 就要准备这档子婚事呢 那是,这乾隆爷说了呀 不能让这公主啊 就这样嫁到和珅他们家 得把这和珅的宅子呀扩建 这规制呢,得按郡王府那么来 在这儿啊,我还得多说一句 一般在这清宫里啊 妃子生的公主啊 都封为和硕公主 皇后生的公主呢 才能被封为故伦公主 可是这十公主她不一样 因为爸爸爱呀 所以啊,这十公主出嫁的时候 乾隆爷就封她为故伦和孝公主 不但如此啊,十公主的嫁妆 比她四姐和家公主出嫁时候 要多出十倍有余呀 这您就明白了吧 为什么这和府啊 它分成三路了 因为这东路尊贵上的位置啊 那是人家和孝公主府 您这老公公和珅呢 您再是全清少也的全臣 也只能坐在西路下水手的位置上 整座府底的西路啊 那是和珅住的地方 中间的一个四合小院的正厅啊 叫西进斋 这里啊,就是和珅和的人的住宅了 哎,就是传说中的南木殿 实际上啊,您要是对照这王府 中间的银安殿一比较起来啊 您也就知道了 这座西进斋啊 实际上它还不是宫殿式建筑 隔壁院里啊,就有一座银安殿 当然啊,那是后来这公秦王的银安殿 虽然呢,只有面阔五间 加尔房两间 但是人家的顶子上啊 那可是象征着黄泉的西山顶 您再看看这座西进斋 不但是卷棚顶 并且呀,上边用的是布啊 哎,无非是房子大点 其实啊,跟咱老百姓家呀 它没什么区别 嘉庆皇帝啊,给和珅安了二十条大罪 其中第十三条啊,提到的就是这间房子 厮盖南木房屋 奢靡豪华 超标月质 这一点啊,您广从外边看 您是看不出来的 您得往里边看 据说这和珅啊,贿赂了宫里的太监 拿到了宁寿宫的装修图纸 这样啊,仿照宁寿宫的装修风格 才建造了这座南木厅堂 您看这地面了吗 用的是花斑石 这种石头啊,只能皇上加史 别人要是用了 于智,您看这店内的装修了吗 包括这些大柱子在内啊 全是金丝楠木 这金丝楠啊,只能皇上加史 老百姓用了 于智,并且啊,这莲花瓣的住处啊 都是仿照皇上加眷秦斋的模样建造的 所以说啊,这间厅堂的整体装修风格啊 就是俩字 于智,您看我这儿啊 上嘴唇一碰下嘴唇 于智,两个字就说出来了 可是这俩字要是搁在清朝那会儿啊 那可真是抄家灭门掉脑袋的罪诱 有人说不对吧 不光如此吧 这西晋斋在建制格局上也伪了制了吧 因为这清朝它有制度啊 亲王的大殿呀,是七间 郡王的大殿呢,是五间 这宫主府呢,是按照郡王的级别建 所以说啊,建五间是没毛病的 这西晋斋呀,它明明是七间 能不越了制吗? 哎,这您可能理解错了 人家说的是大殿 这西晋斋呀,明明在格局上就是一座厅堂 不但如此啊 您正面看,是七开间吧 实际上啊,它是九间 在正厅的两侧呀,一边还有一间耳房呢 如果这种建筑格局上啊,它也余了制了 肯定在降罪的圣旨里会体现出来的 我站在这西晋斋的门口啊 听一些导游说话呀,就这个来气 他们说呀,这里边的南木柱子呀 那随便拿出来一根,就值27个亿 我呀,当时真想问问这导游 你要是有27个亿 让你买公亲王府这一根柱子 你到底是掏钱不掏钱呢? 我觉得呀,它惹定是不买 说到这儿啊,咱们得普及一下了 咱们现在去公王府啊 管这座南木殿啊 总是叫西晋斋西晋斋的 可是您别忘了啊 在这和珅的时候 这座厅堂啊,叫家乐堂 在这庆王爷和公王爷的时代呢 这个地方啊,叫庆仪堂 直到小公亲王普伟的时候 因为这座厅堂里啊 收藏着近代大文人陆基的手书 平复帖 所以啊,才被这蒲伟改名为西晋斋 现在的人提到和珅呢 都会在他名字前边加这么几个字 叫大贪官和珅 哎,那么这和珅他到底贪没贪污啊 关于这个啊,我还真不知道 我还这么跟您说 不光我不知道啊 这家庆皇帝他也不知道 怎么说呢 因为这家庆皇帝给和珅 罗列出来的20条大罪里边啊 压根就没有贪污这一项 这20条罪状啊 咱们不在这一一列举 我给您捡几件主要的 咱们白吃白吃 第一项啊 那就是欺君 您想什么 圆明园内骑马 紫禁城里坐轿啊 在乾隆病重的时候 逢人谈笑自若 没有伤心的表现 还有就是 娶出了宫的宫女 做小老婆呀 嘲笑乾隆批阅的文件上的错别字啊 等等等等 再有一点呢 就是余智 这余智两个字啊 说起来好解释 就是做了一些啊 和你身份不相当的事儿 哎 一般都是往上余智啊 我还没听说谁往下余智的呢 您比如说呀 咱们刚才提到的 和珅的那座所谓的南墓殿 就算是余了智了 再有就是和珅 在冀州的陵墓 规格过高 当地的老百姓啊 都细称为和陵 还有一点啊 就是弄权 私自裁车军机处在册人员 扣住了庭报 不向皇上禀报 任人为亲 随便提拔自己的亲信 我觉得最为重要的一点啊 就是 退有钱了 撕开当铺 与民争利 所藏的宝石珍珠啊 比宫里的还大还多 我读完这二十条大罪啊 唯一的感觉就是 这嘉庆皇帝 看着和珅巨大的家产啊 他红了眼了 其中有这么一条啊 挺有意思 说这和珅呢 藏了十几颗这红宝石顶子 这种顶子啊 本来不归和珅带 但是他私自藏了十几个 你什么意思啊 其实 您说这 皇上你管得着吗你 人家又没带出来 就这二十条大罪啊 我读了好几遍 一条关于贪污的内容都没有 从这二十条当中看呢 这和珅不但没有贪污 也没有纳会啊 所以啊 咱们在这儿小声的说呀 这嘉庆皇帝杀和珅呢 那就是屠材害命 您别急 咱们在这儿 这二十条大罪 虽然没有时间展开说 我把它呀 贴在咱们留言区的 置顶帖里边 咱们在那儿啊 再掰着掰着去 那么到底在和珅家里 超出多少钱来呢 哎 这圣旨里也写了 这第十七条罪啊 就是家中饮两衣物 数于千万 也就是说呀 和珅的家产 不算不动产 就有千万两银子之多 第十八条上写呀 从甲壁墙里 还搜出两万六千余两黄金 从私库当中搜出赤金 六千余两 地窖里呀 还有一百余万两的白银 并且和珅家的当铺里呀 还有这个商业往来的资金 十余万两 不光是和珅和中堂 就连他们家的奴才 刘全 家里边的资产啊 都有二十余万两白银 哎 您瞧瞧啊 这和珅跌倒啊 嘉庆吃饱 这些个东西和钱呢 就全进了内府 到了嘉庆皇帝的兜里了 咱们前一阵子 讲内务府那集不是说了吗 这超莫大臣的家产的钱呢 它不归国库 直接呀 归内务府的内库 所以呀 我再次的重申一遍 这和珅被杀呀 那完全是嘉庆 看上人家家钱了 哎 我觉着我这想法 它没错 得嘞 今儿天不早了 咱们就聊到这 我是您的好朋友 昆仑流石 喜欢我的频道 您就关注点赞并转发 您的支持 是我能持续更新下去的 唯一动力 您记住了啊 自到您长按点赞呀 咱们是明天准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